其實很重要的介紹了大家一個RISS訂閱的概念 對不對 現在因為程式很抱歉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把它講完了 但是RISS確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服務 所以讓我們不用怎麼樣 那麼勤奧的去每個網站找 資訊可以主動推播給你 所以這個服務的話老師可以稍微試試看看 這樣的話你的資料庫自然就會很豐富 如果沒有RISS訂閱的你就可以用我們剛剛有跟老師提到一下Page to RSS 對不對 那個也是很不錯的一個 接下來我們還有針對收訊型的部分 收訊型的部分我們講的那個知識圖譜 知識圖譜還有 以中文來講老師應該比較容易用到就是這個 以圖找圖的方法 以圖打圖的方法 普通丟過去就可以了 不管是你自己的 還是說網路要找的都可以把他丟過去 就可以在根據那個圖片在找 另外我們還針對的 萬一Google找不到的 是有一個在Google快訊 你可以自己訂閱說你的關鍵字是什麼 然後它主動會寄給你 接著呢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還講了這個 YouTube影片的下載 還有我們剛剛最後的這個分頁的管理 分頁管理我們也跟馬斯爾到交代一下了 最後呢還有一個就是在這邊的 剛剛瀏覽器的 兩階段認證 然後那個應用程式的部分 還有超氣勢信箱 其實現在慢慢的可能養體的部分 應用程式那邊 腦機有空也可以注意一下 您可以發現您看 在Google這邊 如果您開一個新的分頁 以前很大部分的是這樣子 那但是您看下面 最下面這裡 最下面這邊 您會發現在最下面這裡 叫做最長照檔 可是右手邊它叫做什麼 叫做應用程式 有沒有 這個跟我們的手機 跟那個應用程式是很類似的 你在上面呢 老師就可以 點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 你可以找到很多什麼 Google上面的應用程式 也就是說未來各位 你電腦可能不用裝太多軟體 很多服務都在雲端完成 也就是說你在打的時候 就是存在雲端的 沒有在存在local端的 也就是沒有所謂的什麼 檔案上傳下載那個備份的問題 因為你做完了它上面就直接存了 所以你的歷史版本紀錄都會留在上面 這裡面就有非常多 有非常多 像你常用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有點像什麼 現在Windows8 那個啊 一塊一塊的 它叫做應用章 所以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像這個網站的話 像這個 我就 記得之前給各位看過 這是那個3D的 3D的那個人體的互動圖 像這個 那很多網站都會叫你直接用Facebook翻印有沒有 好還是你要用Google翻印 這都沒有關係啦 好 對了 這裡有一個大師 各位留意一下 這個我先關掉 你看 當我要讓它用的時候 它剛剛有一個 就是可不可以用你的名義發布 你們可能剛剛沒有特別留意到 好我先 我先略過好了 事實上一個3D的互動的人體 蠻好的 那我想可能今天我的主要介紹內容 先暫時到這邊 我看看老師對於我們今天 就是跟老師分享的內容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嗎 還有 覺得可以倒一點東西回去 好 那沒關係 如果老師還有問題 你可以先留一下 那我就先把時間交給各位老師 好謝謝大家 謝謝